大家好,欢迎收看东网视频,我是尖尾亚 白罗斯与波兰边境地区的难民危机持续升军 自今年下半年起,波兰与白罗斯边境出现上万名希望前往欧盟国家的移民 波兰方面向边境部署军队,并关闭过境通道 严防难民入境,欧盟方面指责白罗斯当局 利用难民攻击欧盟,并宣布对白罗斯进行第五轮制裁 对于被指是事件幕后黑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坚决否认 并直指这次难民危机源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最终责任是在西方国家,而非白罗斯 说得一点都没错,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所谓反恐战争 美国固然是罪魁和首 欧盟亦是派兵规模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帮凶 问题是,美国和英国软隔从阳,有天险可守 对于难民来说,可望而不可继 拜老头以及金毛颠簧约航信 自然可以暂着说话不腰痛 作一番义政慈严的人道呼吁 欧盟要算账的话,请去找华库吧 欧盟自己又不想想,就算你们内部成员之间 为接收多少难民问题都咬到面红已热 意大利、奥地利等不满收太多难民 不惜结民、联合、反对、德法等大佬 白罗斯不单止不是自己人 你们更想在别人地头搞颜色革命 推翻别人合法选出的总统 不是还想着对方会跟你捱耳气吗? 帮你们养住那些难民客户 你以为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好像香港 这么笨实的政府吗? 有人认用白罗斯这招是难民炸弹 其实说到明就沉 虽然白罗斯都是主权国家 但跟美国、欧盟的实力地位相差太远了 要跟对方周旋 无法止不引入类似极端组织的不对称战 又或者超限战 说白点 就是洗横手 约国常规军备不够砌 自然要另辟契径 有些国家会用黑黑攻击别国基础设施 而白罗斯这次用欧盟自己制造的难民 以皮之矛攻皮之盾 某程度可以说是更加到亦有道 其实莫刚华白罗斯这类约国 美国好称世界一哥 这一方面一样云人得出神日化 利用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车 兵不血印 平吞法国 阿伊斯通公司就是最佳的例子 老点加拿大 大压 华为太子女 曼晚舟 并一度威胁要引导到美国受審 这是另一个例子 分别只是在于老美 今次的对手是中国 而不是高奴线鸡 结果踢着铁板 讲解 至于有人说自从2020欧白矛盾升温以来 白俄当局取消或简法76个国家 进入白罗斯的旅游签证申请要求 当中包括敘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 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 据民这些地方的旅行社大肆宣传白俄旅行团 甚至标榜移民到欧盟可获得住房和就业 平均费用是一至两万美元 如果属实只能证明白俄强人 劳卡申科不单只生意头脑相当证明 还有着同手无欺的良好信誉 难民无非都是想着当白俄是跳板 最终目的地是德国或法国等副国 白俄如果hold住这班人 分分钟被人向消委会投诉 大家成年人就别扮演 白俄是收中东难民是一盘生意 英国收香港的政治假难民 何尚不是一盘生意 没钱的黄人去到他死他战 就算被你捱到BNO5加1.6年他一声不批 随时论位英国又留不下 香港又花不到的中阴身 至于有钱的英国佬剑后 也未必不会欺如毙 他们最近出口述 警告这班人不要在英国做违反国安法行为 否则一样有可能在英国国境被拘捕 如果说卢卡申科是真小人 金毛天王真是艺君子 谁也不比谁高尚 事实上白俄司手上除了有蓝牌 最近更威胁要对欧洲停止输出天然气 不可不知俄罗斯对欧洲供应天然气 当中大约两成是经由白俄司 有专家就估计 一旦白俄司真是断气 细将进一步推高 包括英国在内整个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在这个时候 卢卡申科的最大靠山 普京大帝出场 他说 鲁奴在发出断气威胁之前 并非跟他商量 连暗示都没有 自己会好好地劝下他 见到没有 西方世界在白俄搞了一大轮 结果 卢卡申科 没有下台不得 还将白俄完全一变倒 推向俄罗斯 要约束这位狂人 不就是努犯普京大帝 谁人都知道 普京念知在之 希望留下的历史定位 就是恢复苏联时期的强大 俄罗斯和白俄司最近签署落实联盟 国家一体化法令 向有关目标迈进一大步 本来卢卡申科 都仍在左右逢圆 特朗普时代的国务卿 蓬佩奥 去年二月就访问白俄 并和鲁奴会面 当时外界还揣测鲁奴 是否要 亂美抗俄 谁知道跟手努努连任 西方世界实施制裁 以实际行动演绎何谓 为冤俱与 那么多年 普京大帝 厌防家门口骂颜色革命 确保白俄司不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力听劳卡申科不为余力 相比之下 如乌克兰及阿富汗等美国盟友 就要有随时被抛弃的准备 劳卡申科在普京支持下 起码到现在还能够挺住 还有余力单挑欧盟 跟对方过招 阿山姆大叔 能否跟得过 画公仔就不用画出场了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还是吃花生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